小彩尹 isce 小彩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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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好 因為一天暗了 暗下來不小心就講不完 那我今天呢 我是李婉萍 我現在在製作會科法所服務 不過我今天來這邊講的每一句話 都是我業餘的研究的興趣的成果 所以我不代表我公司的任何的立場 那我今天要跟各位報告的是 公開資料跟開放資料之間的關係 那我這個談判的焦點會放在各支領域上 那其實一般我們講到這個開放資料 open data 的時候 我們去講到它跟其他權利的關係的時候 其實個人資料或者是說隱私權 其實不是那麼常被討論到 比較常被談到也許是比較是在IT制裁的領域 那我定義了公開資料跟開放資料的關係 大概像這樣 所有你在公開場域 你可以接觸閱覽的到的東西 我都會把它稱作公開資料 但在這裡頭我又去把它做區分 從結論來看的話 一種是可能是自由的開放資料 就是說這個資料你除了可以接觸閱覽之外 對於這個資料後續的處理跟這個利用 其實你都不受限制 不受限制 這是自由的開放資料 有一些人覺得只有這樣子的資料才稱為開放資料 不過在我的討論脈絡裡頭 它其實就是我會把它放在公開資料裡頭的一種 另外一種的是我所謂的受限的開放資料 也就是說這個資料你可以閱覽接觸 但是你對它後續你想要再把它做加值利用的時候 你可能會受到一些限制 也許是我們剛剛提到的IT的限制 也許是我今天要談的個人資料的部分的限制 那這個是我的定義 所以我會在我的這個脈絡底下做今天的報告 那我們其實一般在講Open Data 或者是開放資料 假設我們去談到它跟個人資料 或者是隱私權的關係的時候 大概會有幾個比較大的議題 第一個我們可能會去談說 政府資訊公開跟個人資料的這個關聯 然後以及它跟我們這個Open Data之間的這個連結 那這個談下來的其實結果就會變成去看說 到底有哪些政府的資訊 它會因為個人資料的緣故 而不能夠放到這個公開資料的領域裡頭來 有一些政府資料原則都是公開的 那假如說它因為有個人資料在裡面 也許政府就會有一些考慮 認為這樣的資料它不能夠跟其他的政府資訊一樣 它沒有原則公開 它可能就沒有把它放在公開資料的領域裡頭來 它就是放在非公開的部分 它如果一旦沒有放到這個公開資料的領域裡頭來 在我們今天討論的脈絡比較好 其實就沒有辦法再往下談到 是不是開放資料 是不是自由的開放資料 或是受限制的開放資料的問題 那這是一種討論的議題 這議題其實比起來稍微有比較多的討論 那可是我們今天要討論的不是這個 這個如果以後沒有時間 可能再找機會再討論 那我今天要討論的是第二個 是第二個議題 資料它其實已經是公開資料 是我們大家一般人可以接觸 可以看得到的資料 但是這裡頭哪一些是自由的 不受限的開放資料 哪一些它不是 哪一些它可能會受到限制 那它受限制有可能有不同的限制的方法 或者是程度 那另外一種是 講到我們都已經把這個 資料都拿來 我們去做加值應用之後 我們做成了 也許做成了APP 或者是做成了資料庫 或者是其他的應用之後 這個成品本身 跟個人資料保護的關聯 這個其實跟Open Data 已經離得比較遠了 其實是各個的APP 各種應用可能都會面臨到的問題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第二個 那我們講個人資料 那一開始在座是這個理工背景的舉手 是法律背景的舉手 有少數是法律背景 那所以為了廣大的理工背景的同胞 我們還是要稍微講一下 個人資料在台灣是什麼意思 如果從我們法律面來看的話 從個人資料保護法的定義來看 我寫出來可以直接或者是間接 間接識別出個人的 這個資料我們就叫做個人資料 什麼叫直接識別 簡單的說就是我們看到這個資料 我們馬上就可以把它 跟某一個特定的人連起來 那個人我們不一定要認識 可是我們會知道這個資料 它就是跟某個特別的人 特定的人把在一起 比如說這張圖 就算我把這個歐巴馬把它這個拿掉 大家看到它 其實可不可以把它跟一個特定的人連起來 可以 那這個就叫做直接的識別 那什麼叫間接的識別 簡單的說就是你看到那個資料本身 你沒有辦法知道那個人 你沒有辦法去識別出一個特定的人來 但是當你把很多這樣的資料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把那個人特定出來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 這個有一個很有名的BBS網站上 常常有人夢到各種事情 他夢到事情的時候 他會用很多的方式去敘述出這個事情的死路 他說他的主角是誰 他沒有講 他不會去講說這個人叫什麼名字 他不會去講他特定的是哪個學校 他住在哪裡 他不會講說清楚 可是我們從他敘述的這些邊邊角角的資料 我們會知道他講的是什麼事 講的是誰 這個就叫做間接識別 那我再舉一個我平常常講的例子 比如說我有一個朋友 或是一個男生他帶眼睛 我講到這樣的時候 他帶的這種奇怪眼睛 我已經把他臉都遮住認不出他來 我這樣講的時候 我這樣講的時候 以這個資訊來看 大家可以識別出某一個單獨的個人 可以嗎 我有一個朋友他是一個男生 不行嗎 可能這世界上有很多 我有很多是男生啊 沒有辦法 那我再加一個資訊 他為報社工作 我有一個男生的朋友為報社工作 大家可以識別出是誰嗎 可能還是不行嗎 不是可能 是一定還是不行 那我再加一個資料進來 每當這個世界有危險發生的時候 他就會拿出 他就會穿上他那有紅色跟藍色的景深衣 化身成為這個全民英雄 英雄人 那講到這裡大家知道是誰嗎 那大家是誰 大聲一點 大家覺得是超人 那其實我有聽過另外一種答案 另外一種答案就是 其實我這個朋友他手這樣一揮 就他這個手上就會噴出很多蜘蛛絲 所以他是蜘蛛人 那其實我一直在這個過程裡頭 我都沒有講是誰 我用了很多單獨來看 沒有辦法識別出個人的資料 最後把它放在一起 大家就會知道說是超人 或者是剛剛沒想到是蜘蛛人 其實間接識別的個人資料就是這麼一回事 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我們講個人資料要做什麼呢 因為在台灣我們有所謂的個人資料保護法 那凡是涉及到個人資料 你從這個你想要做開發 你要用到這個個人資料 你要收集他處理他 利用他的時候 就會受到個子法的違反 大家看到這一頁啊 快要睡著了 我本來今天在想說 我這一個 這個Session 到底我應該要把它選這個法律類 還是這個Open Data類 我想說我要給誰聽 我給平常不會聽法律的人來聽 所以我要放在Open Data這個項目底下 果然就人比較多 不然可能只有兩位 那我們看到這個是個子法的規定 個子法的規定 他規定說你總之呢 你要利用收集處理個人資料的時候 就要符合法律的一些要求 法律的一些要求 那首先呢 你當然要先符合他的這個法定的要件 在收集處理的部分 第一個你要有一個特定目的 然後接下來呢 除了特定目的之外 你要有這幾個方塊其中一個 其中一個 那以我們今天的主題來講 我們講公開資料 講開放資料 可能是公開資料 開放資料就是我這邊用黃色標出來的這三個 第一個 當事人自己公開的資料 第二個 其他合法公開的資料 或是取之一般可得來源的資料 那在其他幾個方塊 他跟特定目的之間都很容易找到明顯的連結 比如說法律規定 什麼事 什麼時候可以收集處理個人資料 他一定有一個他這麼規定的目的在哪裡 很清楚 有契約或類似契約關係也一樣 你今天是上網買東西 所以那個商人需要收集你的資料 他的特定目的就很清楚 會跟這個契約相連結起來 中間有一個很清楚的連結 所以你很容易去把他的特定目的找出來 可是呢 在我們今天要討論的這個重點上 當事人自行公開 或是其他合法公開 或是取之一般可得來源 比如說你不夠來的 你從這個雜誌上看來的 叫取之一般可得來源 那像這幾種狀況 其實你可能沒有辦法很清楚的知道說 這個人 或者是這些資料 他被揭露的時候 他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這些情形 沒有辦法指出很清楚的特定目的 可是法律要告訴你說 可是你一定要有特定目的啊 那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特定目的怎麼來 有些人覺得說 那這樣最好 就是自己設了 我要設什麼 就設什麼 所以其實只要是 已經開放出來的資料 有人認為說 他既然已經開放了 應該是要可以自由自在的利用 應該要可以自由自在的利用 特定目的可以隨我開心 我愛怎麼設就怎麼設 那另外一種想法 不是這樣子 這些資料一開始 為什麼會被放在這個 大家都可以接觸得到的地方 一定是那個 把他這個資料release出來 他也有他的什麼 特定目的對不對 他也有他的特定目的 比如說 這個 其他以法把公開的資料來講 比如說 這裡可能會有什麼 可能會有我們的這個 這個地級騰本的資料 大家有沒有申請過地級騰本 等一下我們後面會討論到 地級騰本上面 其實就有個人資料 有姓名啊 弟子等等 那其實大家在新聞上 也常常會聽到 就是這個仲介業者 他去申請了很多這些資料之後 他去精華地段 暗門裡問 精華地段的屋主的家裡拜訪 問他房子要不要賣嗎 常常看到這樣子的新聞 常看到這樣的新聞 那一般呢 這個新聞都是說 因為目前無法客觀 所以拿他們沒辦法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這樣子 因為其實地級資料他的公開 其實他本來是有他的特定目的所在的 他特定目的其實是為了交易安全 讓你去確認說 這個你今天你要買賣的這個房屋 或者是土地 他的賣的人是不是真的是 第一個 他是不是有權力賣的人 或者是 他是已經得到有權力賣的人的授權 讓你有這個機會去做這個確認 去做這個確認 所以其實他本身是有特定目的存在 他其實是有特定目的存在 那像取字一般的來源 這一種狀況也許 可能就真的找不到他的特定目的 我們Google的時候 我們找到了一批個人資料 我們可能就比較難從這些資料裡頭去找出說 欸這支資料為什麼被放在網路上 為什麼我可以顧得到 為什麼我可以顧得到 可是我會如何在這個狀況 或者這個狀況 其實特定目的都是可以找得出來的 可以找出來 那如果可以找得出來的話 前一手把他放在網路上 或者是放在公眾領域 他有他的特定目的 他要受特定目的的範圍的受限 的限制 那你後手 我們現在 因為OpenDAO 我們想要去做一些架子應用 我去拿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可能就要考慮 前一手他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我可以做的事情 可能就會被前一手的特定目的拘束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 國內其實有學者講說 我們從這個政府機關拿到的資料 政府機關應該要在上面直接告訴我們說 我們拿到的人可以幹嘛 可以做什麼 什麼不能做 什麼可以做 什麼不能做 就是希望政府 他把他的特定目的告訴我們 我們拿到的話 比較容易做判斷 不是說你公開出來之後 我拿到 我自己再去想辦法 去參透你的特定目的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 凡是你要做收取處理用 要符合法律的要件 你要利用的時候 要在特定目的的範圍裡頭為之 那即使你是用當事人 自行公開其他的老公牌 或是取之一般可得來源 假設說你的前手有特定目的的時候 你在做這個利用或加值應用的設計開發的時候 你要考慮到你前手有特定目的 那這個是法律 那另外一個是 如果說你是從一般可得來源來的話 你還要另外去考慮說你這個加值利用 對於當事人可能的影響 如果對他會有不利的影響的話 你還本身就直接不能夠做 直接就不能夠做這個加值利用 那我這裡講的還蠻快的 可是這在法律上來講並不是非常難 念法律的可能已經完全就有了解 但是其他人有沒有大概知道那個point是什麼 就是我在公共公開領域拿到的資料 他不見得本身是自由的 但他不自由的時候 我拿他我也會同時被他的不自由所拘束 所以我要去考慮說他本來的限制是這 才能夠做後續的這個加值運用 那如果是從一般可得來源來的 我還要去考慮我這樣子做 對當事人會不會有不利的影響 如果會有的話有可能要考慮就不能夠做 那簡單來說這一張也很簡單的概念就是這個樣子 那當你可以做搜集處理利用的時候 並不是好這樣就到此為止這樣就好不是 法律還有規定說有一些其他的義務你可能要進 你要有適當安全維護措施 然後當事人如果要跟你行使權利的話 你要讓他行使權利 那某些狀況下可能你還要進告知義務 那這個是比較複雜的部分 大家知道有這樣的狀況也可以 那這個是我對個資法上幾種公開資料畫的一個關係圖 我們剛剛講公開資料大概有三種 第一種是當事人他自己公開了公開資料 另外一種是其他合法公開的公開資料 另外一種是從一般可得來源 比如說Google上Google到的這些公開資料 那大概有這幾種 那這裡二三四五其實這些都是合法公開的狀況 那在一般可得來源 這紅色框框起來的部分 他可能有一部分的情形是合法公開 合法公開其實我們可能就可以找到他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那就這個沒有合法公開的部分 我們可能不知道他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可是我在做我們的資料加值應用或是其他的設計開發的時候 我們要另外想到一個是我剛剛提到的對於當事人的影響 假設說我這樣做對他會有不利的影響的時候 那可能我就不能夠做 那就是簡單的來講 這張圖案說二三四五你要考慮特定目的 你的前所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在一的部分 你還要另外 雖然你可能找不到特定目的 可是你就要另外去看你想一下 對當事人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好 好 那到這邊你們有問題 好 來 就是 就是 在大學的黃代 是在一個中獎中獎 因為他們一定需要公布誰上榜 對 誰中獎 然後 是剛剛好今天 在第一第三代為長 然後我們只有很多人都做 然後什麼才會叫做清楚 那 照我 照你這樣講 他的特定目的影響 比較不一樣 好 那這個 這部分我補充一下 我們的上一張圖 我沒有提到的部分 在這邊 有例外 也就是說 假設說 你的 這個 你 收集處理利用個人資料 是為了純粹你個人的目的 或者是家庭生活的目的 的話 其實是不受各自法規範 對像剛剛那種狀況 剛剛這位先生提到的狀況 他其實就可以歸到他這個 以個人目的 來做這個 收集跟處理 所以可能就不會受到各自法規範 所以不需要進到這個 底下這個法律要件的討論 那我剛剛講的就是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 公開的資料 我們想要把它做加值利用 做成各種不同的利用之前 其實我們要去考慮到 它到底是自由的資料 還是受限制的資料 那受限制的資料 那受限制料 我剛剛有提到 如果是個資的狀況底下 他可能就是要去考慮到 你前所的特定目的 還有你這麼做 對於當事人的影響 那如果這裡不是只有現在個資 那其他的法律 其他的權利也可能進來 如果是IP的話 你可能要考慮說 這個是不是 可以這個 是合理使用 還是說你還是要另外得到這個 著作權人 或者是IP權利人的授權 那接下來我們盡量討論的部分 那找了幾個 現在的這個公開資料的例子 那比如說這個是醫事人員的資料 大家有沒有用過這個系統 有沒有用過這個系統 這系統比較有什麼 你把你想要查的 那個醫生的名字 建進去之後 他會告訴你說 他會把全台 符合這個名字的 這個醫生 他在哪裡職業 他是什麼專科 都叫出來 記得好像還有年紀 有一陣子沒有用 還有年紀 那這裡頭是不是有個人資料 那我其實不曉得說 假設我們這個開發者 拿到這些資料 可以做什麼加值應用 因為這個是開發者你們的專業 可是以這批資料來講 這個以前叫衛生署 現在叫衛生福利目 他把這些資料這樣子公開出來 他的目的是什麼 他其實他一定會有他的特定目的 他才能這樣用 不然其實他本身把這些資料 放在網路上 大家都可以查到 可能就會有違法問題 他為了要符合法律的規定 其實他也會有他特定目的的存在 會有他特定目的的存在 那這個地方可能是 也許是讓民眾知道說 我真的去看了這個醫生 他是不是逆醫嗎 可能是這樣子的目的 那所以我們後續要做 加值利用的時候 其實也要把這個特定目的 考慮在內 就是說他其實 我可不可以拿來 加上說 加上一個資料 建一個資料庫 讓大家都來可以說 到哪個醫院去 然後那個醫生的醫術如何 來做評比 有沒有可能可以做這樣的加值利用 如果做這樣的加值利用的話 有沒有應該要附加什麼限制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這個藤本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個藤本 這是二類藤本 那跟一類藤本有什麼不一樣 一類藤本跟二類藤本 都有一個不同 就是身份證、字號 在二類藤本上 跟一類藤本上 一個有一個沒有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邊有遮蔽起來的地方 有這個權利人的名字 有他的柱子 也就是說其實你如果有房子 去調這個藤本出來 別人也可以調 付錢就可以了 他就可以知道說 是誰 然後住在哪裡 擁有這個房產 擁有這個房產 那為什麼這個資料會公開出來 讓大家都可以申請 他其實有他的特定目的 他的特定目的 我剛剛其實有提到 其實他是可能是為了交易安全的考慮 為了交易安全的考慮 那另外一個 我們一般人 不見得會用到 希望大家都沒機會用到 這個是一個我們司法院的裁判的查詢系統 那這個系統裡頭也有很多的資料 可能有法 他其實有法官的姓名 會有書記官的姓名 會有當事人的一些資料 然後會有律師的資料 那還有會有這個爭議的這個細節的內容 那更早 現在的話因為個資保護的意思比較高 所以很多地方進去看就會看到很多圈圈圈 可是如果你找到比較早期的資料 你看過的話其實都是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那像我知道現在我們有 其實有一個公司 他是去對這個 這個系統裡頭的資料做分析 然後把裡頭的這個律師的勝率 哪個律師跟哪個律師對決 誰會獲勝 做加值的這個應用 那其實一樣的 他可能也要去考慮說 這個資料 他被公開出來的目的是什麼 那他在做加值應用之後 是不是我直接 反正我拿來用就好 都不用去考慮其他的事情 比如說 他是不是可以直接講說 某某律師他參加了 他開了幾次庭 開了五次庭 剩了 開了五個案子 剩了四次 勝率百分之這樣子多少 八十 可不可以只是這樣就好 然後另外一個律師開了一百次庭 勝了五十次 勝率是百分之五十 如果他可不可以這樣做就好 還是說他其實應該要去考慮這個系統 他原來目的去做一些說明說 那這個律師他接案子的時候 他可能 他難的案子也要接 簡單的案子也要接啊 難的案子打輸 不見得能力比較差 簡單的案子打贏 不見得能力比較強嘛 所以像這些東西 他其實在系統裡頭 他都應該要考慮到去做這個說明 我個人會建議說 其實要做比較詳細的這個考量 那以上我是舉了一些簡單的例子 然後告訴各位說 其實這每一個後面 他都還有他的特定目的要做考慮 做價值利用的時候 不要忘記 要稍微去參考一下去想一下 他原來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原來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那各位有沒有什麼問題 我今天講得很快 那其實是有一些比較細節的這個概念 其實可以在於做深入的討論 那有沒有人有任何的問題 是不是 請問一下就是說 關於那個個資的那個授權的定義 是不是說也跟一般 像我們現在看到一個資料 他如果說他沒有宣告他是 是那個CCBI之類的 那種 就沒有那種版權宣告的話 就算他是沒有授權的 那你就不能利用他 是不是個資也是應該有這樣的一個基本的觀念 其實個人資料跟IP的概念其實有點不一樣 再回到這個最無聊的那一頁 以這一頁來說 其實什麼時候叫做真正有當事人明確的授權 只有在這個時候 當事人同意的時候 其實在其他地方 你如果是法律有規定 其實你也是當事人的授權 如果是跟他有契約關係 其實你甚至不用特別去跟他說 我要用你的個人資料 只要你是在這個 滿足這個契約的要求的過程裡頭 必要的範圍年齡都可以用他的個人資料 簡單來說比如說 他跟某人跟這個電子上層買東西 那他其實有留他的地址要他送貨 他其實沒有特別說好我准你用我的地址送貨 他不需要特別這樣去講 而是在這個契約的這個內涵本身 他就隱含著他可以用他的個人資料 那其實他也不需要特別的來做授權 那像跟公共利益有關的話 那其實就跟當事人的授權就更無關 他其實是在使用上他判斷有公共利益的介入 公共利益很強的時候有必要的時候 他其實是直接用的 其實也沒有授權的概念在裡面 那我剛剛講到我們在設定特定目的的時候 要注意前手的特定目的 那是因為前手他已經受到輸送 那他給我們的東西理論上 他不可以給我們比他權力還要大的東西 他只可以在這個範圍用 他不能夠準我們在更大的範圍用 所以其實我們要留意到的是這樣子的狀況 那現在我們遇到的困難可能是 我的前手沒告訴我啊 政府他只是把資料放出來他沒有告訴我 或者是其他人他把一些資料放出來 他沒有告訴我他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要我去判斷好像也有一點難 我又不是念法律的 就算是念法律的可能還要去弄清楚 到底那個特定的機關他用這些資料要做 好像有點難 所以其實最好的方法是像那個 之前那個莊老師建議的 就是你政府把資料放出來的時候 你要告訴我們 你要怎麼用 我們可以怎麼用 拿的人可以做什麼樣子的利用 這是最好的方法 那其實他也有責任要講啊 其實從個資法來看 他其實要做這個適當的安全維護 比如說政府把資料放出來的時候 他要做適當安全維護 適當安全維護其實不只是說 什麼要密碼啊 通信這個授權而已 包括說如果這個資料他只能在模範為用 他其實應該要告訴你說 你只能在模範為用 這也算是一種安全維護 其實他不但我們有需要做這件事 他為了要推翻 data 或者是為了讓資訊可以更廣泛的被利用 他除了應該做這件事之外 其實從各自法規定 其實他有義務要做這件事 還有義務要做這件事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我請問一下 就是說像我舉個例子 有一個是App 就是誰打電話來 你就可以直接看到 那個護士 calling 那他們的做法是這樣的 就是說 反正他去Google上去爬所有的電話號 那去找到那個人可能是誰 OK 這件事情可能就是 底下這個取之一般可得來源的方式 但是當時的那個人 在網路上留下他的電話號碼 可能只是要相約 比如說我買個東西面交 可能陳先生然後一個號碼 或是什麼 反正他就會比對會去抓 那這個東西已經run起來了 那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你也不知道 那一般來源 到底是不是當事人資源去公開 可能是 比如說我以前遇到一個事情啊 我朋友在填問卷的時候 我也不想他 不想留他的個人資料 他竟然就拿我去填喔 然後 他不知道該怎麼拒絕人 他就想說 那我就填我最熟悉的人 然後呢 就填下去 反正我接到我就罵他 我就罵打電話的人一分 就算了 那我就覺得我朋友很好笑 但是這種情況其實屢間不顯發生 也就是說做App的人 如果是我們取之於一般可得來源 其實這好像跟這個法律之間的特定目的 好像沒有辦法去連起來啊 那這部分你要怎麼看呢 那其實我剛剛有跟各位報告到 就是其實像這三種狀況 其實他的特定目的 從資料本身不是那麼容易看出來 跟契約不一樣 跟這個法律靈文不一樣 他的特定目的其實這三種狀況 其實不容易看出來 那在不容易看出來的前提底下 其實像其他合法公安這樣 我們還有辦法去問說 我們知道是哪個機關release出來 我們還有辦法去問那個機關說 那這個到底可以怎麼用 我可以怎麼用不能怎麼用 你要告訴我 可是如果像剛剛這位先生提到的 我是Google來的 那許之一般可得來源 他有可能是合法被放在網路上 有可能是像他遭受他朋友的毒手 這個沒有啦不是毒手 所以他朋友很好心 幫他這個放上去 那這種狀況下 純粹的從法律面來講 他可能不見得是一個合法 放在那裡可以讓大家來用的資料 那所以我剛剛其實有提到 個資法對於這種狀況 他還有另外規定說 你即使找不到的特定目的是什麼 你還是應該去考慮說 他的你這樣子的使用 對於當事人會不會有不好的影響 假設對他會有不好的影響 你就要去考慮他對他的不好的影響 跟對你的這個APP的好的影響之間 你要去做一個權衡 自己就要做一個判斷 假設你判斷說 對他的不好的程度比較高 你就不能用 這是一種 那另外一種是 無論如何 你覺得自己的利益最重要 所以我權衡之下 總之我不管怎麼權衡 總之你權衡之下 認為還是可以用 這個時候當事人他發現 他跑來跟你說 你這樣子用 會害我怎樣怎樣怎樣 那這個時候 他會要求你把他的資料拿掉 這個時候你還是要聽他的話 把資料拿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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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大家有時候 其實沒有這種意思 到我的時候 其實已經不確定把很多資料拿上去 可是有時候 有時候是 有些我們在喊就是 就是 因為我也不知道你是誰 然後你只要有一個案件 然後甚至你的招募已經被散流 可是你之前發揚的上面的Message 你一定沒有存存全線 然後如果他還是在裡面 那我抱歉他就好 其實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其實你現在是用當事人的角度在問 已經不是開發者的角度 那已經變成一個純粹各自法的講座 那如果是像他剛剛講的這種 本來呢 我們各自法是有規定啦 當事人他有一些權利可以行使 這些權利包括 你可以要求月欄查詢 然後包括請 這個有你資料人要給你 他到底有你什麼資料的複製本 或者是你可以要求他 要刪除資料 假設他已經沒有正當理由可以保留 你本來是有權利可以做這些事情 可是像剛剛這位先生講的話 公司可能已經倒了 可能已經倒了 你根本就找不到了 然後那個資料一直都還在 你的權利並沒有消失 只是你找不到人可以 心死了 那這種時候呢 我們的廣大的開發者 幫你想一個辦法 現在那個網路上不是有賣 那種你的軌跡 你的個人資 就是個資清除氣有沒有 號稱說你只要使用他的服務 他可以把你在網路上的資料清得乾乾淨淨 那個人沒有用過不知道好不好用 那其實像在歐洲對於這樣的狀況 他其實是有給予 然後他們是可以這樣做 他們目前還沒有討論到這一步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那關於這個問題呢 我們剛剛有講到有例外 另外一個例外就是 如果你是在公開場合拍的這個影音的這個個人資料 照片或者是這個影像的資料 如果你在公開場合或是公開活動 拿到的這些影像的話 是不受個資法的拘束 但是有另外一個要求就是 你不可以把它跟其他個資相結合 比如說我把主持人拍下來 我現在在公開場合 我就把它傳到我的臉書上 那OK的 可是我如果在旁邊特別標明 這個人就是誰 就是誰 假設我是公司 不是個人的話 那這個部分就又回到個資法使用的問題 那當然如果是個人的話 也沒有關係 因為它兩個例外一個就是 你個人或家庭目的使用 不受個資法拘束 另外一個就是 你在公開活動公開場合拍的影音資料 只要沒有跟其他個人資料做結合的 也不受個資法拘束 不過不受個資法拘束 不代表不受其他法律拘束 這一點都是我們還是要說清楚 我現在剛講的嘛 就是個資法沒有適用 不表示其他法律沒有適用嗎 你現在也 比如說我們在這個茶水間裡 八卦同事 這個也被用到很多個人資料 有沒有受個資法拘束 沒有嘛 因為是純粹個人目的 可是如果說你在茶水間講說 就是散布謠言 說他的壞話 這個有沒有可能有 這個刑事責任的問題 還是可能有 所以我剛剛講到比如說 對方向權啊 或者是言論自由 行事責任 都還是可能會存在 只是說他不見得需要個資法介入 個資法沒適用 其他法律還是可能適用 還有沒有 還是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對不起 那個 最後一位 我想請問一下 那個 就是對我來說 直接跟簡簡識別人的那個 定義還是不夠明確 因為 就像 就以歐巴馬的校長來說 這個世界上一定還是有 一個認可 所以說對我來說 直接或簡簡識別人 所謂說 可以直接或簡簡識別人 應該是說 這個社會上的國會群人 有多少方面 比例 可以 可以認得 有些 就是 那是一個程度的問題 不是說一個絕對 那那個程度到底在什麼地方 這個先生講的 沒有錯 你說的沒有錯 其實他是一個相對的 不過以照片來講 有人 不認得他 跟這個照片 是不是跟某一個特定的人連結 這是可以分開思考 我不認得歐巴馬 可是我知道這是某個人 所以很清楚他是個人資料 可是我今天如果是寫歐巴馬三個字 有些人可能馬上 就把他跟美國總統做連結 有些人可能 覺得我還無法識別 所以在某些狀況 直接識別可能是還蠻 真的很直接 比如說照片的狀況 有一些狀況 姓名來講 我講馬英九 我講陳順便 我講歐巴馬 都有可能 有些人不認得 這個就有程度的差別 就有程度的差別 是以你收集者的角度來看 你能不能夠做識別 那無論如何 你不管是可以直接識別好 或者是你跟其他資料都在一起 可以間接的把他跟某個人連起來連好 這些都是個人資料 不一定要你本人認識他 才叫做識別 到底是這樣 比如說你的電信公司 有你很多資料 他根本 看到那些資料 其實他不知道到底是哪一位 可是他可不可以識別你 其實可以 就是這樣可以識別 他可以把這個資料跟你連在一起 那你會聽到要開始嗎 所以我們這個今天就到這裡 如果還有其他問題的話 我的簡報會上傳 在第一頁有我的email 好 謝謝 是這太大了 煙泡 讓我再聽到 其他自己的見面 有很精詐 有很輕鬆